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12日 星期日 新疆自治區政府主席 套利亞茲 會在下個星期訪問英國 法國 比利時 以及歐盟 英國媒體就說 英國的外交部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抗議行動 就寫上給有關社會運動人士 表示 英方 會跟套利亞茲進行高級會晤 所以 希望用這個機會敦促中國政府改變 特定議題 以及個案的做法 外界認為這次是英國 想跟中國改善雙邊關係的訊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被問及記者會上的時候就說 不知道這件事 英國惠報 發表一個獨家的聲明 就說 這個套利亞茲會在下個星期訪問英國 隨後也會去歐洲其他國家 剛才所說 去法國 比利時 以及歐盟 因為歐盟的總部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他們其實就是借著這次機會 想幫中共洗白新疆的集中營 以及種族滅絕政策 引述英國外交部的郵件 英國外交部 將這個 見面的消息 就說了給這些 例如 世界維吾爾大會等等 這些跟新疆有關的人士 知道 勸喻他們不要出來抗議 免得英國就尷尬 這件事也會在英國社會引起很大的迴響 英國到底是想怎樣的 他們就說 新疆主席 套尼亞茲計劃訪問英國 我們已經同意跟他進行高級別會 並藉此 打算敦促中國 改變他們的做法 英國議員當然是十分之憤怒 因為這個民主國家 一定會反對政府做這些事 送於對華政策跨國會 這個聯盟IPAC的英國國會議員 就對英國外交部的要求 表示不能理解 你們有沒有搞錯 他們認為跟套尼亞茲的會面是不適合的 IPAC認為 他在迫害維吾爾人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 因為這個人本身就是維吾爾人 這個應該是一個維奸 你跟一個維奸 其實也沒甚麼好說 本來他是一個傀儡 他就是一個為虎作槍的壞人 英國IPAC包含來自保守黨 工黨 和自由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是跨國會 跨黨派的一個組織 他們呼籲英國政府 要取消任何官方的邀請 並就沒有人 可以理解而且很傷透別人心的 錯誤判斷 向在英國的維吾爾族群道歉 中英關係2021年跌入冰點 自香港人權糾紛之後 英國的議會 在2021年投票通過不具約束力的動議案 認定中國對維吾爾族人 這個政策構成種族滅絕 並制裁新疆公安廳的廳長陳明國 新疆政法委書記王明山 新疆兵團前書記王君正 現在正在做西藏書記 新疆前 副書記朱凱倫 這次竟然同意這個自治政府主席 阿套尼茲維奸來訪問 被外界視為 英國想改善中英關係 路透社引述 英國外交官 多撤堤 英國外交部認為有必要跟中方官員接觸和對話 多撤堤說 中方在新疆的做法令人憎惡 不會以任何方式令到他合法化 然而積極參與挑戰侵犯人權行為 以及捍衛被壓迫者的權利 是英國 各地 外交工作的核心 因此官員已經準備好跟他會面 而這個人 是當年2021年被美國制裁 但是他沒有被英國制裁 多撤堤表示 這個套尼亞支 就會拿著外交護照旅行 所以不用簽證 這次歐洲之行 當然包括法國和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北京在2021年3月 就曾經制裁一個比利時國會議員 當時比利時召見中國大使交涉 而布魯塞爾的市議會在去年1月也通過議案 譴責中國對維吾爾族的迫害 而這次 他們 就是做甚麼呢 就是 出來洗白 出來搞一些漂白工程 這個叫做套尼亞支 今年61歲 是維吾爾人 一直在新疆工作 21年的9月就做新疆的黨委副書記 政府的代理主席 你想想 請這個人回來 請一個 維奸 維吾爾族的內奸出來 他可以幫中共 做甚麼呢 現在就是要洗白白而已 洗底計劃 實際上就是一些詐騙你們西方人 中共是不會停止對新疆人民的迫害的 這些人明知道自己的同胞被迫害 仍然是甘於做這些壞事 我覺得英國政府 有時候很多時候 民主政府 左膠 最喜歡做這些事情的 我們想他好 我們想他重新做人 痛改前非 我們要跟他說教 實際上你們等於 跟希特拉念經沒有分別 在他面前 你無論念地藏菩薩經 聖母經 甚麼經都沒有用 他不會做好人 他不會因為你在他面前說 說幾句 他就做好人 他本身是一隻魔鬼 這個亞特尼茲也一樣 他已經進入了共產黨 他也是一隻魔鬼 雖然他是維吾爾人 但是 他沒有為維吾爾人做過任何事 甚至乎 這些人渣 迫害自己人 是最努力的 我告訴大家 以前有一部荷里活電影 這個 好像是高安兄弟 我忘了是高安兄弟 還是昆頓塔倫天爐 拍了一套叫做《黑殺令》 當時 說的是那些黑人是受到 歧視 受到迫害 其中有一個 有個人就救了一個黑人 跟他一起做賞金念人 到處去捉人 捉那些通緝犯 結果 他到了一個地方 那個 莊園裏面 主角那個奸局 由李安立道飾演的 李安立道很奸 在戲裏面很奸 最後被黑人打倒了 但是他有個管家 就是黑人管家 他由於很了解黑人 他 基本上就是幫這班白人 就是迫害那個黑人 一個最有力的助手 所以 逢是變節了的烏姦也好 這些人最壞的 他是最了解維吾爾人 最懂得用這個對付維吾爾人的方式來迫害他自己的同胞 那套黑殺令也是差不多的劇情 最終 那個黑人管家也被那個主角打倒了 大快人心 大家有時間看看 我忘了是高安兄弟 還是昆頓塔倫天盧 我們繼續說 這個 這次英國政府 之前 他們的國會又說請李子敬 全部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你知道你們很想賺錢 知道你們 雙眼發光 英鎊啊英鎊啊人民幣啊美金啊 經常想賺人家的錢 實際上 這些錢你不應該賺 你是一個 民主的堡壘 大憲章800年前你已經寫了 你是全世界民主堡壘 你不應該跟這些國家行系一氣 不應該跟他們狼狽為奸 但是你的問題就是 由於 中共 在英國的滲透其實也很久 滲透到英國要用華為 你看看當時那個camera 簡直是一個英姦來的 請習近平來展彩 然後 又在 東倫敦有個地 那個叫做 Wire Ever Dog 請來展彩 請來大陸老千來 然後那塊地最終爛尾 現在爛尾了 這些例子多不勝數 中國 在英國的滲透其實跟美國 澳洲 加拿大 紐西蘭一樣 每個地方都滲了很多 收買了大量的 不同黨派的議員 自由民主黨的要花一點錢 便宜點了 又沒有議席 工黨議席叫多給更多錢 保守黨其實是甚至最多 這些有大量 為利是圖的議員 當然 因為有民意 他們即使收到好處也不敢太過分 尤其是現在 我們香港人可以做的事 第一 要聲援維吾爾人 我認為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香港議會也應該 就著這個議題 要發聲 要聲援維吾爾人 希望 要敦促英國政府撤回 不會請他過來 基本上你不是只是傷害維吾爾人的 你是傷害香港人 傷害其他 受中共迫害的所有人 我覺得香港議會這次應該趁這個機會 表明立場 至少寫一封信給英國外交部 英國內政部 英國國會 跨黨派組織 當然這個組織已經表示 要聲援他了 這次時間 我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 可以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的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 再見 感谢观看